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师母教导我们有一个 直到如今都成为我生命中很大的帮助 就是不要做一个追债的人 我看到师母心胸的宽广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教导 让我知道我要放手 我要原谅 就如同我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跟怜悯的人 我觉得这份的生命 对我们所有的主张 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有帮助 真的谢谢你 祝你母亲节快乐 好感动 我们建立的老一一生命树的大家庭 是有双亲的 是有爸爸 也有妈妈的教会 这个是我很感恩的 当我2001年 回来香港 我们开始老一一的时候 其实我还在等着 是不是神会赏赐一个 肉身的孩子给我 但是 不是的原来 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 高过我的意念 神赏赐的是熟灵 天上的星 海边的山 这么多这么多的孩子 是他们 B型 一门 散发 我好像一个锁匙 将他们打开了 叫他们释放 叫他们自由 不要压抑 神给你们那一份 是很精彩的 很丰富的 好像个井这样 涌流不停的 今天他们所创作的这一切 无论诗歌 无论戏剧 无论所有的布置 都是他们B型所散发出来的 将掌声大大归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